好家伙大师兄这么溜的 这一转眼的功夫就把阶梯也搭建好了 现在阶梯已经连接到中间的柱子了 我准备来绕着石柱铺贴了 这样就能确定平台刚好在祭坛的正上方 赶紧弄赶紧弄 搞个大一点的站甲地方才有安全感 我站在这里还是挺危险的 要是有恐高症的人 我估计得试试发抖了 大哥你别在这里撒站着 影响我施工啊 要是没事就把中间多出来的太金柱敲掉了呀 嘿嘿我的任务只是来监工的 现在天快黑了 再说吧 我现在就来敲掉中间的柱子吧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要是再来爆多几次石碑率掉落 刚刚给你的那一组太金矿就又赚回来了 我都敲完了 然后大师兄这里还没完工 人跑哪了 尴尬呀 一个不小心掉了下来 高空作业确实危险啊 差点把我给摔残了 哈哈哈哈 你这技术流也有失手的时候 哦不 是失脚的时候 别在这里叽叽歪歪 有本事平台让你去携建 我来当一下监工 别那么小气啦 我就稍微嘲笑你一下而已 平台工程肯定不能少了你啦 技术也差不多快要完成了 我把最后一排铺贴好就完事啦 OK搞定 然后我在考虑神神树种在什么地方呢 要不还是跟上一个地图一样就行 也行 那我就继续用太金矿往外铺贴 估计还得延伸一段距离 才能铺贴上土块 不然怕树待会又长不出来 你想笑死我吗 雨时神都还没打 你就想着种树啦 到时候只要拿到种子 一回来就可以种上了 不是很方便吗 种子区我就铺贴个 就攻个形状就行哈 那你要是身上有带铲子的话 顺便把土坑敲了吧 出门在外 铲子肯定是要随身携带的啦 敲好啦 接下来就是安装传送舱这些了 控制台先放在中轴线上 然后还是双仓位搞起 左右两边各放一个 不错不错 对称方对于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 看起来会舒服很多 激活的核心我拿出来了 马上激活了 哎神奇啦 原来激活传送舱 也可以增加经验和得到奖励的 小师弟 既然火山大本云安占好了 那就继续找雨林了 火山周围都是海洋 咱们先传送回空岛吧 也行 雨林一般都在低坐标指的地方 就能找到的 希望咱们运气好一点 直接就能找到有真神看的雨林 别像上次一样 找了个麻雀小的雨林 啥都没的 很好 两个人同时抵达 双仓位就是省时间 小心 这里有个虚空使徒 奇怪了 现在空岛上不是不生成怪物的吗 哎我哪个去 大师兄你这么做鸡的吗 直接被干倒了 吃算了 这家伙不讲武德 搞偷袭 再加上我学量不多 直接就嘎了 我已经帮你报仇了 创造晶体也拿下了 哎被包又满了 扔个十取箱来整理一下 我之前有收集了十个创造晶体 给你吧 稍后你需要附魔 就可以把附魔台制作了 谢谢老板 现在就需要附魔台了 我马上就来制作了 等会可以先把护甲附魔上 制作好了 我现在就放出来 还好在火山有收集了几十个万能激活石 我先把太金护甲都附魔了 加强点防御也好 你可别把万能激活石 都给败家败光了哦 留置点 放心放心 我还是老规矩 附魔到啥就是啥 不会浪费任何一个激活石的 附魔完护甲 我和大师兄又骑上小飞鼠 准备起程寻找雨林了 这次换个方向探索探索 我有预感 很快就能找到新雨林的 这刚下空岛又有虚空使徒 这次换我来偷袭他了 你以为他跟你一样傻 咱们一靠近他就知道了 哎呀 我的小飞鼠被干掉了 不过他也嘎了 放心吧 这里的坐标值很低 一般是不会的 往前又是陆地了 哎呦 一不小心让我发现雨林了 好吧 终于找到了 那赶紧找神龛了 不用收集材料了 材料上车在小雨林那里 已经集气了 我还是来召唤出小飞鼠 准备飞到树梢上去找吧